來各位有建雲之前我們才補了我們的省障嘛 跟它專用的牌組嘛 當然要來補一下JQKC料 雖然我們的Blade已經玩過了嘛 但是銅捆包裡面其實還是有包含另外一位型態 來各位這個話是我們的融合覺醒器啊 基本上這個話算是蠻標配的一個東西啊 就是我們主角跟Tachimaxan都用到的東西啊 所以呢這個東西基本上如果假設你有這盤Blade的DX的話 這個一定是會買到的好不好 但是呢我愛你所講這次我買第二個了 因為呢我個人比較習慣 這東西在劇動的同時編成過 或是持有者不一樣的話我就想再多買一個啊 這一個是專門為了Tachimaxan而設計的版本 它這個東西除了它本身的一個設計一樣之外呢 主要就是以替換卡片的方式代表說 現在當前的使用者是誰跟刷入什麼卡片這樣子啊 因為呢這個比較可惜的意思 它並沒有帶遲值的讀具功能啊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單純的以一個觸點的方式進行的設計 也蠻合理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個出來現在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出到完全讀取的 畢竟這樣玩起來更好玩 而且甚至搞不好可以讀個一大堆卡片之類 但是劇動裡面基本上主要都是讀JQK這三張比較特殊的卡片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話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啊然後這個東西因為真的是蠻早之前介紹 所以呢想被一丁有一些人就忘記了 其實它設計的很像決鬥盤真的 因為它們主要是這樣子 它會有卡片時 然後呢並且刷入J或是K的時候呢 就可以跑出對應的圖箱並且進行一個對立強化啊 所以呢這個的話簡單來就是手型的一個強化道具的概念 其實手型的強化道具配在Kamelida比較罕見一點啊 就是那種比較偏向於終極啊 或者中間那種超強化形態的時候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完全是蠻清晰的好不好 基本上它是好像黑底加金邊加銀色的一個設計啊 整體其實就蠻有撲克牌的一個風格 然後呢在側邊這邊也是要一些金色紋路 其餘部分嘛 因為由於本身這一代其實是職業嘛 要加上是人造的 所以呢它這大部分的話就算是想要銀色去模擬出一些人造的感覺 雖然看起來很樸素啊 但是呢如果加入這個就不一樣好不好 這一塊的話基本上 因為由於JQK是屬於金色就是比較厲害的卡片嘛 所以它這邊圖像的話也變成金色 然後中間有多個類似那種孔雀的一個圖像好不好 因為它們在變身時會有那種翅膀的一個設計啊 而且這個形態是會飛的喔 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強悍的 然後一樣是大大的一個方塊這樣子啊 其餘部分的話就跟往常一樣 就是有採用一個它們對應的一個顏色 然後變成採用一些 類似那種比較神秘那種比較恐懼的一個紋路 畢竟這家怪人設計其實恐懼感比較重好不好 這個東西基本上大家應該都很熟了啦 畢竟這也可以說是小決鬥盤 因此呢 當它使用時這邊卡片就會彈出來 對我把JQ都準備好好不好 但是都是複製品啊 不要抱歉一點啊 贈品真的是找不太到啊 但是不用擔心K一定是贈品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來進行一個変身 J形態 來各位有沒有 這樣子 我們Tajima桑的一個J形態就完成了 超帥 但完全說實際上 其實它跟劇動還是一些比較差異的地方 因為有一本它沒有實質的讀起功能嘛 所以上面這個晶片的卡點啊 基本上就尤為重要好不好 它會應對你插哪邊 而產生出J或是K的一個型態啊 基本上Q下去的時候就是啟動 後續的話就是依靠 這個去判定說你是要變哪個型態啊 所以呢 基本上你們看完 雖然有刷過去啦 但是其他是沒有讀起功能 這個呢 我覺得小小遺憾啦 小可惜小可惜 但是沒關係好不好 至少玩法上我覺得也算是蠻近似啦 所以呢 總共講我覺得玩起來還是很不錯 而且重點是呢 超帥 真的是決鬥盤啊 算是 迷你版就是啊 哇 這個真的很屌你知道嗎 當時看到真的是直接被煞到啊 然後呢 我們這邊再變成給大家看一下 以防大家不信啊 你把這個抽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解除變身了 我們要先拿出我們的Q 對 這是複製品嘛 比較抱歉 這有點糊啊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就完全展開 變成之後可以打這樣 這個抽出來 Business Jack 有沒有 這樣就變身完畢了 然後那就全身發金光 然後變得金色的鎧甲 還有帶大翅膀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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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真的好好幹 我好像喜歡 你知道嗎 以前的變身就這麼簡單啊 雖然它因此整體 我覺得游玩上算是還不錯啊 有潮到 但是又不會過於複雜 然後這段跟大家說 我這邊再多測試一些東西好了 如果假設 我們把JQ导的放單應該蠻好奇的 有沒有現在可以確定了吧 它是百分之在卡點 基本上是不會做到任何干擾的 基本上你只要插進卡片就插信用卡也可以 然後我知道大家你好奇 如果假設在這個情況下刷卡片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 有沒有確實會跑這咻的那個聲音 但是怎麼樣刷都是錯誤的 最早的原因是上面沒有放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加東西上去之後呢 它一樣會跳回待機型態 這時候你無論刷什麼卡通都可以 有沒有一樣刷過的 所以它主要是判別它有沒有卡片有沒有碰到它的點 再來就是這個有沒有出來跟有沒有刷過就這樣了 所以呢基本上都是蠻簡單的設計 我個人覺得這個感覺真的可以搭讀取功能 所以呢比較小小可惜一點 但至少玩法上還是不錯 我們這把Tachimus上的槍 我已經把卡片通通都可以補齊了 因為那上次有缺嘛 但是好家在缺的卡片 基本上只有在我們這個型態時才會用它 可是在那之前啊 你們要知道這個東西 它其實有設一個凹槽 這個凹槽其實它是可以放之前的那個強化的武裝好不好 讓它變成武器帶一個劍的狀態 我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收到哪裡去了 但是沒關係好不好 有B方案 這個的話是Blade的間接 有建議Blade也是可以更換的嘛 所以呢 雖然這看起來有點好笑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把Blade插上去 拉變成 好像剛才真的很奇怪 但是稍微勉強一下好不好 正來的時候應該是要長這樣 但是先說一下 這是劇照 所以才會這麼長 劇場是不會這麼長的 給大家說明一下 有機會我們可以幫它做個改良 幫它做一個超長版本的1比1版本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變成我們 追形態時該有的一個樣子 就是這邊一定會多一劍劍 但是這個話其實我個人覺得 希望這劇中表現力度 主要還是用砰砰砰砰 把人家狂射把他射死 所以這個劍劍的部分 我就覺得比較還好一點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還是可以玩到 完整的一個必殺機 所以我們就來展示一下 這個型態的一個必殺機 對 雖然它是超必殺機 但是它比較短一點 在劇中裡面 它就會展開它的翅膀 然後就碰了 然後把它填上去 或者飛到半空中這樣子 所以這個遊玩室 因為有些原因 它是讓它的射擊變超強的威力 所以其實你整個燒完之後 交後面的音效也可以再自己 交一些狂射的音效 就蠻相似的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BLAIDO這次刀真的很帥 就是每個人這樣子的時候 它這樣 有點像蓄能的感覺 所以這間還不錯 喔 使用完還有3300 也剩這麼多 雖然我們的劍劍也是 但是呢 我雖然這有點像是假劍那個名義 我直接買一個BLAIDO CSN 我就是想要把那個劍劍給組上去 不然我真的看得很不爽 你知道嗎 哪有人開箱影片 只開箱這樣的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補一個CSN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的話應該會更加還原 不如不說啊 BLAIDO CSN 真的是很大一盒你知道嗎 我快放不動啦 超長 欸 這個才有1比1的感覺好不好 完蛋 它這個 我本來想說還可以稍微混一下 勉強它插進去 就沒想到它這個 這麼長 而且它這根邊邊是一體成型的 無法進行一個插入 沒辦法把這個單阻拆掉 然後呢這樣插進去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除非你把它整個消掉 不然 應該是沒辦法使用了 好吧 這樣你幫它驗證 如果假設你有DX的長槍棒的槍 就算是無法使用好不好 好了 這樣子還可以勉強啊 到時候應該可以用3D練一個 如果假設你這樣裝的話 大概是這樣感覺啊 確實是看起來蠻驚人好不好 還不錯還不錯 甩甩甩甩甩甩甩 好吧 所以我們就這樣勉強給大家看一下好了啦 畢竟我真的很想要這樣裝 啊這個CSN的話 我們日後補 大家稍都認識一下 我們還是有些進度存在的 好 一個医障就是我們這次 瑕疵馬桑 一個J型態的問題開箱好不好 就是融合巨寧基 搭配我們 瑕疵馬桑專長的牌組 總共玩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尤其是蓋著最後那個 總會講加裝上去確實是蠻不得了 所以如果未來有機會 我應該也會入手Tachimasan的CX 畢竟那個組起來真的太震撼了 1比1那個刃然後搭上去真是好恐怖喔 好帥 但是總會講當年的DXX也是不遜色啊 總會講音效上夠還原 然後整體的玩法上 雖然說沒有到整體的流程這麼還原 畢竟它有一些卡點的設計要稍微調整嘛 可是總會講我覺得玩起來也是不錯的啦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CAMELAIDA Tachimasan專用的一個強化型態開箱的Rusha 請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